我五年前没有给你按那个灯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内心里对绘画艺术很尊重 我觉得它是我 不可能实现又特别景仰的一种高度 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人 在舞台灯光效果的配合下 把绘画变成了一种表演 我会心里不舒服 所以我没了我亮灯 我相信像我这么想的人也不止一个 肯定会有人在说 黄 凤 蓉 不是个作画的 不配成画家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认为 绘画大部分是觉得是修身演性的 写术啊 修身演性 你突然又笨又跳 难免给人家感觉是划重取宠 可是当一个人是真的很纯粹 投入这个绘画的时候 他真的这么多年 他一直把每一次的这种精彩 然后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这种 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 哪怕我今天拜人家自已 拜人家嘲笑 没关系 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我的表演 或者因为我的作品 而喜欢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黄凤蓉 从彩石宫成为绘画艺术家 逆袭人生 改变命运 他把兴趣 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并为此 不断地 努力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